紧急通知,丁花小镇近期出现一个南七血鬼,她穿一身白色衣服,有尖尖的牙齿,流着红色的眼泪,相当可怕。 据说在很久以前小镇就出现过吸血鬼,她是靠吸人类的血液存活,每当吸完人类的血液,衣服就会变成红色,让你也变成吸血鬼,所以大家动动小手点一点,不然她很可能就会找上你了。 小伙伴们,你们相信吗,都是骗人的,我才不信呢,她怎么可能这么巧就刚好找到我了,我还是继续睡觉吧。 今天刚出来,血液吸收的不是很多,系统系统。 主人,我刚刚检测到下面有个小屁孩不愿意交保护肺。 可恶,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,等一下看我怎么收拾它。 原来就是你这个小屁孩,看来我要把你的血液吸光才能解气。 这臭小子的血液真美味,吸完他的血,血子感觉元气满满,我该去找下一个。 这臭小子的血液进去就是这样做的这个。